宝洁大爷意外发现了钻石行的金库密码 他被老板藏在了桌子底下 而金库里装有满满两吨的钻石 这让月薪五千吃不起饭的大爷 立刻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偷钻石 反正自己快要退休了 正好偷一点钻石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好一些 但他深知这个计划是无法独自完成的 必须找到合作伙伴 换成你的话 你会找谁呢 而宝洁大爷将目光锁定在了 公司唯一的女主管劳拉身上 因为他有需求 在60年代的伦敦 也很难有机会展露头角 劳拉也是如此 他的梦想是成为公司的总经理 为了实现梦想 多年来他一直专注于工作 甚至没有找男朋友 然而劳拉的晋升一直被老板拖延 这次选拔中他再次落选 新经理是一个能力和业绩 都远远不如劳拉的男性 虽然劳拉没有说出口 但他内心感到非常失落 他在一张卡片上默默写下 可到了第二天 劳拉发现卡片上被人添加了一句话 你永远不会成功 还附带了一张电影票 好奇心驱使下 劳拉去了电影院 却发现那个人竟然是公司的宝洁大爷 他以为大爷是来约会的 吓得转身就要离开 大爷赶紧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他有要事要告诉劳拉 接下来的话让劳拉直接裂开 你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因为你即将被解雇 这是他在打扫卫生时听到老板说的 原因是劳拉参与了之前 与俄罗斯公司的商业计划 但俄方要求这项计划 不能被高层以外的人知晓 显然他并不被领导视为高层人员 尽管他多年来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 劳拉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 于是偷偷潜入人事经理的办公室 在抽屉里 真的找到了一份还未送达给他的解评书 事到如今他得赶紧为自己想后路了 于是他联系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希望能够跳槽到那里 更令他崩溃的是 朋友拒绝了他的请求 因为老板下了封杀令 为了防止劳拉泄露商业机密 要求所有与他们合作的公司 都不能聘用劳拉 要知道 他们的公司是伦敦最大的钻石行 几乎与所有金融公司都有合作 这明摆着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 劳拉心如死灰 转身去找大爷 直接了当地问他 大爷也不拐弯抹角 他告诉劳拉自己即将退休 但退休金却很少 因此他打算偷钻石 接着大爷把劳拉带回了家 仔细讲了偷到计划 公司每天晚上九点会锁上大门 第二天上班才会打开 这段时间大楼内没有人进出 而金库所在的地下室只有两名守卫 还是在电梯口执行 因为那是唯一的进出通道 每天晚上 大爷从第四层开始打扫 一直打扫到地下室 最后到达金库所在走廊 这段时间几乎都是独自工作 因为没有人关注保洁工 所以只要有金库的密码 偷取钻石将变得相当容易 但金库的密码每周都会更换 唯一知道密码的就是老板 前段时间 大爷无意间发现 老板把密码藏在自己办公室 但最近却再也没有见到 他猜测老板很有可能将密码带回了家 刚好几天后 老板要在家中举办晚宴 所以劳拉的任务就是 去偷取密码 这并不是一勺冰糖 而是价值上亿的钻石原石 他们被储存在伦敦最大的钻石金库内 整整两吨 现在他们被一个保洁大爷盯上了 大爷即将退休 计划在走之前把库存全部偷走 他已经制定了详尽的计划 现在只缺一组打开金库的密码 与此同时 钻石行老板正在打开他的保险箱 全然不知角落里有一个女人 正在默默地记录保险箱密码 这个女人正是大爷的同伙劳拉 当老板离开后 劳拉迅速打开了保险箱 里面果然存着金库的密码 接下来 偷取钻石的计划可以开始实施了 可就在两人准备行动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公司突然安装了监控系统 每天24小时有人监视 光是金库这一层就有8个摄像头 可以监控到了每一个角落 但幸运的是 金库内部没有监控 并且那个时代的监控系统存在一些漏洞 首先 它没有存储功能 无法回放录像 其次 8个摄像头只有4个能同时显示监控画面 每15秒切换一次画面 因此每个监控画面不被显示的时间是60秒 大爷必须在这60秒内 从走廊尽头走过30多米到达金库门口 然后输入密码 进入金库再关上门 对于行动不变的大爷来说 这并不容易 然而大爷信心满满 表示自己一定能做到 并承诺只偷走一保温杯的钻石 完成后立刻撤离 绝不会有人发现 行动的当晚 大爷在监控室记录下了画面切换的时间 等时机一到 他飞快地冲向金库 但输入密码是因为紧张 动作慢了 画面已经切到了他 幸运的是 监控室的保安是个吃货 此时再专心地干饭 吃完饼干吃苹果 吃完苹果又来块小蛋糕 关键时刻 劳拉打来骚扰电话 为大爷多争取了半分钟的时间 最终 大爷有惊无险地进入了金库 他看着屋子里满满的钻石 开心地向着孩子 经过一番折腾后 他顺利地完成了计划 可到了第二天 全公司炸开了锅 劳拉也被叫到了金库 当看到眼前的景象时 他大吃一惊 两吨的钻石竟然全部不见了 劳拉一脸茫然 不是说好只装一保温杯吗 大爷拿的啥保温杯啊 能装两吨钻石啊 可大爷要带走两吨钻石弹和容易 一定是藏在哪了 现在比劳拉更慌的还是公司高层们 作为全球最大的钻石供应商 如今的库存消失 他们该如何向客户交代呢 于是 他们赶紧找到了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商量对策 不久后 他们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发信人是大爷 他要求支付1亿英镑的赎金才能换回钻石 为了证明是自己偷走了钻石 他还附上了一颗名为南非之星的巨大钻石 根据合同 老板让保险公司支付赎金 负责人当然不同意 双方不欢而散 与此同时 劳拉找到了大爷 质问他为什么没有遵守约点 将整个金库搬空 大爷告诉他不要慌张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此时 负责人已经快被逼疯了 为了制造混乱以避免支付赎金 他索性将钻石失窃的消息透露给媒体 很快 大批记者涌入钻石行 而老板在看到这一幕后 直接心脏病发作原地去世 这下劳拉彻底慌了 他跑进洗手间 试图冷静下来 在混乱中 他耳环上的钻石掉进了水池 拧开下水管道才将其取出 看着手中的管道 他突然想明白了那两吨钻石是如何消失的 紧接着他一路小跑 来到公司附近的下水道 果然发现大爷守在那里 下水道尽头正是堆积如山的钻石 此时距离支付赎金的最后期限 只剩下一个小时 大爷不希望劳拉惹麻烦 掏出枪让他坐下 并透露了自己偷钻石的真正目的 在一个肮脏的下水道里 竟然堆积着两吨的钻石 谁曾想竟然是保洁大爷一个人偷的 那个晚上 他事先将休息室的水池 换上了一疏通的消防管道 然后巧妙地利用时间差 来回穿梭于金库和休息室之间 每次他搬运一批钻石 就直接冲进下水道 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就将两吨钻石搬空了 但他偷这些钻石并非出于贪婪 而是为了复仇 15年前 他的妻子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幸好发现及时 马上治疗还可以痊愈 可由于贫困 他们只能走医疗保险 没想到保险公司刻意拖延时间 一直耗着他们 等到好不容易能入院了 妻子却已经到了晚期 再也就不回来了 而当时的保险商 正是现在钻石行的保险公司负责人 他通过骗取穷人的血汗钱积攒了财富 成为了如今最大的保险商 因此大爷在钻石行当了15年的保洁公 就是为了策划这次偷钻石的行动 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让负责人付出代价 此时 保险公司的其他股东 得知了负责人将钻石失窃的事情泄露给媒体 这违反了行规 为了保住公司的声誉 他们同意支付1亿英镑的赎金 当然这些钱要从负责人个人账户上出 因为公司规定 当大宗索赔发生时 个人股东的财产将被无条件征用 最终 一无所有的负责人在绝望中 吞枪自杀了 此时大爷查看了时间 赎金应该已经到账 然后他就消失在黑暗中 没有一丝喜悦 只有对挚爱的无限思念 随后 劳拉将此事告诉了公司 公司立即派人来取回钻石 为了掩盖事实 公司故意向记者展示了金库 并撒谎说钻石根本没有被盗 由于此案没有证据 公司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大爷 但他们始终未能抓住人 一个月后 一直得不到晋升的劳拉主动辞职 然而某天 他的账户突然增加了1亿英镑 这是大爷留给他的 这笔巨款让劳拉每天都备受煎熬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一直利用这笔钱做慈善 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才把钱花完 当最后一分钱用完的那一刻 劳拉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